请问上师空性是见解还是感受 如果是感受的话 那空性的感受是怎样的 空性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空性可以分两个 一个是它本身就是空性 它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眼色它不存在的 这个不存在是物质的真相 这个它永远都是这样子 没有任何的变化 但是我们之前不知道 现在知道 现在我就体会到了这个空性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心里也就有一种这种空性的 先是一种抽象性的概念 慢慢慢慢修了以后呢 它这个改年 抽象的改年最后就变成了体会 最后就变成了体会 这个体会的部分叫做见解 这个叫做见解 所以我们可以分一个内在的空性的见解 一个外在的空性的真相 可以这样子分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去看东西的时候呢 外面有一个东西存在 然后呢 这里就有一个我的实觉 所以我的实觉 可以去干守外面的东西 我们的常识当中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理解 比如说 这个物质 它不存在的 这个部分 就是叫做空性 然后呢 我现在明白了这个道理 然后我就有简洁了 那么我明白的这个部分 就叫做见解 这就叫做见解 外面的这个空性呢 还不叫见解 不叫见解 然后我去体会的这个部分呢 就叫见解 简单说是这样子 这就是这个空性呢 5号 如果我来说 不发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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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